秀林湘工所在今年推动了纳谷墙的作业 对于新建三战纳谷墙和水源纳谷墙工程作业流程 已经送到了花莲县政府进行审查的阶段 水保计划和设置规划等待花莲县政府核定之后 预计在今年三战和水源纳谷墙就可以开始动工新建了 由于三战部落公务已经进入满藏的阶段 已经不复使用了 雄湘工所在两年多前在部落召开智商同意前 来获得部落会的同意 主任也支持这项政策 今阶段则是取决新建纳谷墙的基地 今年度也完成了 同时也进入整地的工作 而现在则是送建到花莲县政府进行流程的作业 另外水源部落今年度则是以最熟悉的方式进行审查 有关于水源纳谷墙的进度 为了解决公募满藏的问题 及村民的需求 那我们现在殡葬管理所有在积极 研办纳谷墙的相关建制的事宜 目前本案已经发包出去了 然后现在在守用地变更的申请程序当中 然后后续在申请杂照 今年底一定可以动工 今年底会动工会建制纳谷墙 解决公募满藏的问题 第二个山藏公募的问题 我们今年度有做开挖整理的动作 然后第二阶段目前在送设置设置计划跟水保计划 现在在送到县府省任当中 等到设置计划跟水保计划 如期审核完毕之后 我们会赶快做第二阶段 就是发包的作业 让他赶快今年度来做动工的动作 真的要解决公募满藏的问题 也感谢乡长跟代表会的支持 那么后续 这样管理所积极 积极的办理 后续的纳谷墙的建制事宜 设计划公署生命理议所所长林江文表示 由整个规划作业上 上半年度相关文件申请的事项 全部送到华林县政府了 并没有补件的情势发生 设计划公署也不定时的 和华林县政府进行联系的作业 务必在审查阶段 能够按照审查作业的时间 能够顺理进行 等待核定函收到之后 公署将会启动行政的作业 来解决部落主人们目的不足的情况 记得终于就像我们了